上个礼拜三清晨 国军于屏东九棚基地实施了一项神秘弹种的精准射击测考 试射时弹体阻断飞行了一个多小时 达成预期测验目标 后来经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先生推测 这应该就是国军在测试中科院所研制的次因素 中长城地对地巡异飞弹 雄二一型 代号为雄身 此次试射是雄二一之服役数十年以来 首次以试射的样子曝光 另外就在试射后的没几天 据传去年由台美双方单独签署的 飞弹科技管制建制协议MTCR开始生效 这项协议可以让美国对台开放飞弹制造的相关技术 与生产推进器等于关键原材料设备 进而可以促使国军生产的晴天极音速飞弹 与上述的雄二一性能大增 提升飞弹的引擎与精准度 尽快研发达到量产的阶段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风聊军事 我是风哥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国造地对地巡异飞弹 雄二一与晴天一二行 聊聊为什么需要这些飞弹来进行源头打击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吧 雄风寻衣飞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 那时的台湾还普遍服役者如英式 公一公二等整的拦截敌机的防御性武器 还无法有效拦截解放军大量的地对地东风飞弹 也无法透过源头打击的方式 去嚇阻敌方的飞弹阵地或军事设施 而这时的国防部就开始了解到这种武器的重要性 毕竟有时候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必须开始着手研制攻击性飞弹来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 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之时 国防部就曾在金马紧急部署临时魔改的天宫对地版本 天宫2S来嚇阻解放军的登岛部队 而这款天宫2S后来也成为国造短程弹道飞弹 天极飞弹的原型 后来随着96年台海危机的结束 国造巡异飞弹这项专案正式始于2001年6月 中科院以雄身为名,雄风2E为代号 开始进行国产地对地攻击巡异飞弹的研制 实际上此次的研发在2004年前并不顺遂 五次的雄2E原型弹四射军以失败告终 且国防部还于当年6月宣布 如果接下来的测试再次失败 便就会以现况结案 结束雄风2E的研发 不过后来随着中科院院长更换为龚家政将军后 研制不如意的原因也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是前任中科院院长陈有五中将 挪用雄2E的飞弹经费共其私人玩乐 才会导致原型弹出现焊接错误等严重的评管瑕疵问题 而随后在新任院长龚家政与总顾问王德胜的监督评管下 原型弹终于于当年9月与10月试射成功 在接下来几年的试射中也无任何大问题 使雄2E摆脱计划终止危机 雄身计划于2008年交付实弹给空军防空飞弹指挥部管理 进入量产服役阶段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历经不断的研制与升级 据传目前已达到250枚以上的数量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雄2E的性能 雄2E本身是巡翼飞弹 打击方式与弹道飞弹截然不同 弹道飞弹通常出段会采火箭推进器推进到大气层 中段以高空高速方式飞行至目标区域附近 末段在透过重力加速度时自身不断加速 最终以10马赫以上的超高速砸向目标 其优点就是射程非常远 而且在末段速度与发射初期非常难拦截 毕竟末段速度太快 而发射时又通常离对方国土太远 根本拦截不到 当然弹道飞弹的缺点也还是有 就是他本身的弹道因为只有单方向的火箭推进 所以飞行轨迹通常也不太会有变化 这又可以让对方在末段导引前去预测轨迹 有效拦截 避免他进到最后的高速状态 而巡翼飞弹就不一样了 巡翼飞弹通常是踩低空贴海方式飞行 虽然本身无法像弹道飞弹一样透过重力持续加速 必须要有稳定且长期的发动机与燃油来维持飞弹飞行 但可以使飞弹飞行轨迹较弹到飞弹低 让敌方雷达较难探测 拦截难度变高 而巡翼飞弹中最知名的就是美国的战斧巡翼飞弹 战斧飞弹还是美国现役的巡翼飞弹 曾经实战于波万战争或阿富汗战争等等 在经历现代化升级后更换了发动机、导引头与GPS系统 可以让飞弹应付电子干扰、提升射程 有时候甚至可以在空中踩待命的方式 等待指挥给下一步的打击命令 另外战斧飞弹飞行时离地的距离只介于30-90公尺 这个高度基本上是很难用反飞弹装备去拦截的 而熊二一在设计之初就有参考过战斧飞弹 能透过飞弹本身的机翼做到类似的贴地飞行 或是随地形改变高度航向 另外熊二一的弹头具有高爆或散洒两种形式 其中的高爆可以轰炸一些机场或军事设施 而散洒则是类似于急速炸弹的功能 可以大规模对敌方部队造成毁灭性打击 也可以有效穿透一些碉堡或装甲目标 目前熊二一的弹体型号可以分为A弹、B弹、增层型三种 行舟A弹就是2004年第一次试射成功的初期版本 射程可达500公里 而从B弹之后熊二一就换装了新型国产昆棚涡轮扇引擎 机器更小、更省油 可以使飞弹射程大大增加到1000公里 至于最后的真成型则是目前熊二一的最新版本 是基于B弹再去改良 射程据说可达到1200公里以上 可以打击中国上海、广州与南京等地的军事设施与机场 当然说到这边也会有人觉得把飞弹射程坐那么远 你是要反攻大陆了吗? 但不是 就像我刚才说的 有时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如果你今天只能威胁到解放军的沿海部队 那他们内陆的后勤部队或战机就可以持续起飞补给 支援前线的登岛作战 而这种情况对国军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要打消耗战的前提就是看谁的后勤资源较多 或是看谁能够摧毁对方的后勤补给线 而客观事实上我们整体资源就是叫对岸少 难道今天我们还要放任他们继续支援前线吗? 所以上述的源头打击能力就很重要 今天如果我们拥有射程较远的地对地飞弹 就多了一项防守力气 除了可以威胁到解放军内陆的机场设施外 甚至进而可以影响到敌方国民民心 毕竟我们都知道身为对党忠诚的小粉红 是绝对不会相信台湾省的飞弹怎么可以打到中国内陆的 然而今天如果真的有一颗熊二一掉到他家旁边 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这种状况是人民还必须背负着自己国家是侵略国的事实 去面对这种恐惧 想想都觉得蛮可悲的 除了熊二一这款次因素巡异飞弹之外 中科院还有在设计一款比熊二一更神秘 更蓝蓝结的一款极因素巡异飞弹 这款飞弹因为属于国防部的高级机密 只有在2013年公布过一次试射资讯 所以我们也比较难去完整介绍它的性能 它就是国造的晴天极因素飞弹 或称作云峰飞弹 云峰飞弹的研发同样始于1990年代 当时为了避开外界干涉 成绩还将试射隐藏在熊三的试验状案中 飞弹部分资讯于2012年首度曝光 巨弹配有冲压发动机 速度高达6马赫 射程预估1200公里 而目前中科院甚至在研制体积更大 射程更远的晴天二型 晴天二型巨弹是以熊三反舰飞弹的模板再加以放大 计划射程可达2000公里 可直接打击中国、北京等大城市 成为台湾射程最远的飞弹 在国造新天舰飞弹那集我们就有提到过 冲压发动机已经是目前中科院掌握到的技术 已经完成应用在目前的熊三飞弹上 所以晴天二型运用熊三飞弹的构型 与冲压发动机射程员的特性来设计 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至于晴天二型虽然不能搭载实质上的战略核弹头 但如果能整合如青云弹等武装上去 这对远在北京的中共政府设施也是相当大的威胁 如果这种极音速飞弹能大量生产 那势必会影响北京政府不敢轻易攻台 进而达到不对称作战的有效恫吓 然而目前这种巡运飞弹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必须突破 也就是飞弹本身的中央部件进口与自产零件技术 其实我相信所有国造武器卡关的地方 绝大部分不会是人员或设计上的问题 研发不出来网友是国际上之间的打压或限制所导致的 一直以来中科院只要向美国提出导航模组 发动机、微信讯号等高阶需求的零件援助 美国总会管制东管制西 不准你买这个买那个 因此中科院就无法获得相关的高级零件 来加快研发速度并进入到量产阶段 但经由去年台美单独签署的MTCR协议后 今年台湾就可以按照协议规范 开始获得美国对台开放的飞弹制造技术 关键原材料与设备 促使国军各种飞弹的研发速度 可以加快达到量产阶段 甚至飞弹性能也能提升到美国的标准 可以有更好的精准度 更好的导引能力与结合Link-22的能力 除了可以套用在刚才所说的晴天恶寻与雄二以外 也可以套用在近期准备研发的天剑五行 因此此此项协议可说是一举多得 但这项协议之前也是有人反对 说这次公然把中科院的致密资料公布给美国 将飞弹性能给美国一探究竟简直败夹子 但我必须说目前除了台美单独签订的MTCR外 也有另外其他国家所共同签署的MTCR 难道这些共同签署的国家都是败家子吗 还有之前在CM11国军访问那集就有提到过 买进商优或自产零件的品质本身 就很难好过于原厂 而这样制造出的飞弹品质能够有保证吗 如果精准度与性能在实战时有瑕疵怎么办 所以我是非常赞同台美签署的MTCR协议 毕竟我们现在应该要以品质为优先 面子放旁边 或许此次透露出的飞弹性能 也能让不要有设计经验的美国提出改良建议 对阵下药 我相信这才是国军要持续进步的必经过程 也是国防部得以让晴天二行达到量产阶段的成果 好啦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你对国造巡弋飞弹或MTCR协议有什么想法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说 最喜欢的话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那我是风哥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